猫咪能否治愈 主要看病原体的独立和机体的抵抗力 猫咪得的是普通感冒 若身体的抵抗力强 是有可能自己康复的 通常的普通感冒会在洗完澡后出现 或是季节性更替时产生 症状是打喷嚏 流清水鼻涕 鼻涩 若是病毒或者细菌引起的感冒症状 那么治愈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 甚至会激发其他严重的疾病 严重时还会威胁猫咪生命 感冒的临床表现多样 而且很容易混合有其他的疾病 缺乏医疗知识的主人无法加以判断 很容易延误病情 为了猫咪的健康 建议当猫咪出现咳嗽 流鼻涕 频繁打喷嚏等症状时 及时带到宠物医院 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不建议自行在家 喂食相关药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